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就说说什么呢 说说这个台湾第一黑吧 那得算那个陈水扁了 现在大家公认的 为什么今天说陈水扁呢 因为他这个禁食过了七天 超过了我的记录 所以呢我准备研究研究这个问题 你也禁食过 你不知道吗 现在大家都比啊 那个谁啊 那个施明德 就说他这个禁食到第五天就送医院了 跟我怎么比啊 施明德当年是禁食四十一天 你知道吗 后来人家又有人说了 说阿扁的禁食他有经验 说他二十二年前 这不是坐过牢吗 美丽岛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他禁食十八天 所以现在啊 毕竟是上了岁数了 这个我闻到这个资讯 我不确定 因为他美丽岛时候 他没有坐过牢 他是律师 他是应该是坐牢的时候 是那个彭莱岛案 是他叫他毁谤 他毁谤一个 哎呦 江湖博士 是真是 对对对对 1986年 陈雪点因为彭莱岛毁谤 爱入狱 从8月2号到8月19号 陈雪点一共绝食 十八天 对 因为那个美丽岛是70年代末期的事 他就是那时候变成英雄了 也是那时候开始欺骗很多人 包括我的感情 我那时候就在台湾读大学 那时候文道已经回来香港了吗 美丽岛 美丽岛跟彭莱岛之间 80年代中间 我还在台湾 反正我那个读大学的时候 大学生理想主义 那时候几个人没有绝食 那时候看他们整天喊着绝食上街 我们反正没事干 上课跟上课之间 总要去凑高兴 那时候英雄偶像 谢长廷 陈水扁 年轻 口才好 讲话非常幽默 风趣 那时候就看见他理想的化身 所以这次陈水扁变成 从英雄变成台湾第一黑 我们感觉是很差的 很难过的 几乎想陪他绝食 所以我就觉得 当然观众切勿模仿 不能提倡不吃饭 但是而且我跟阿扁 我们的特殊材料做成的 因为我很好奇 我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 就是我曾经七天不吃饭 你抗议什么 当时我抗议肥胖 那个时候我 大概29岁左右 那个时候还在广东 就是体重168斤 然后一生气 说不吃饭 七天不吃饭 七天不吃饭 对着喝过菜汤 喝过一次菜汤 但是我的感觉 我比阿扁强多了 我那个时候 还在电台主持节目 你明白吗 一天我主持 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 而且 没事 后来我看这个 我不知道当时 我是看了本杂志 说有一种气功 说进食的同时 练一种叫什么龙腾功 我跟着练了练 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玩意起坐 我想主要是 你当时真的是太胖了 这个只储存下来的脂肪 跟能量烧七天都没烧完 但是我七天没吃饭之后 一斤都没瘦 不像阿扁 这奇怪 我至今都百思不得其解 而且我后来 我研究不吃饭这个现象 就是红衣法师 李苏彤 是吧 人家苏家名也叫文涛 他在出家之前 也是尝试过两次 好像是进食 他的反应跟我差不多 就我当时的感觉 头三天是特别饿 就好像过了第三天 反而觉得没什么 甚至觉得上楼梯 身轻如厌 对 有没有感觉 我听人家说 假如你绝食 或者说进食 超过三天四天 头脑是特别清醒的 没错 整个人想东西 思路快很精准 你有这样感觉吗 有有有 很多人都这么讲 到四五天 好像不大觉得饿 而且就是觉得脑子很清醒 对 闻到你这个搞修行的 你们也有段时吗 也有段时 但是我没做过 我只是过五不食 狂食 闻到的法门很奇怪 狂食 闻到好像快要出家了嘛 他很好啊 他那个布施嘛 法布施 他也劝我一起去短期出家 对 我想过他去 可是我一问闻到 那出家是禁语的 不讲话 我说不行 这比禁食还可怕 而且我一个人到无所谓 你想象一下去那出家营 碰到闻到 能不讲话吗 碰到就想到闻到 我就以为在讲 三人谁一样 以为在讲节目 是吧 我说不行 我们要分开出家 对 咱还先说说人家这个阿扁 阿扁就算出了家了 没跟老婆孩子在一块 而且人家现在还说呢 施明德呀 还有邱毅呀 都在讲 就说你这个看守所 为什么不给阿扁这个强制怪食 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现在打营养针 好像打营养针的 还是阿扁自费的 自费 就说打营养针 然后呢 台湾就有人批判 说一人进食 千人伺候 说收押他的第一天 一千多警力 这警力一天三顿盒饭 就吃了二十多万新台力 他不吃饭别人得吃 他不吃饭 所以到最后这个三千警力 到第五六天 吃了大概有六十万新台力的盒饭 所以就为了阿扁一人戒食 可是我跟你说 你想想看 你要是强行惯食的话 你说不准 在这个肢体的这个冲突啊 或者按着他的时候 他又突然说 我又给你们罚警打了 政治迫害了 政治迫害了 对不对 谁敢碰到一根韩苞 可是话说回来啊 我觉得这一段时间 可能阿扁他进食啊 假如是真的话 身体当然不好受 可是我觉得他精神非常爽快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台湾很多 曾经看到扁 一起工作过的人啊 都是这样说 阿扁是出名狂 在说他一定要健报的 他说呢 只要三天在报纸 电视媒体没看到自己的形象呢 他就不高兴了 可是看到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爽快 有一个人说 那时候每天 说阿扁选台湾总统的时候 有个人每天去他家嘛 开会嘛 他说每次去啊 一进门 要看到阿扁跟他老婆 吴淑珍 说去那边 只要电视一出现 他的新闻报道 两个人马上叫大家安静 不讲话 然后两个人看着电视 大家都算了 是看得笑起来的 所以我明明非常陶醉 沉迷 觉得很自豪 自己出现在媒体上面 所以现在这样报法 进食啊 一级偷 我觉得可能阿扁啊 是非常高兴的 果然是有问题 因为我们很多主持人也一样 一个人到时候 太喜欢照镜子啊 他是应该去看医生的 而且呢 这个我听他们讲啊 就是 谢谢大家